哈囉各位好 我是博勝 那博勝今天要幫各位介紹的是 我們現在看到這台是DriverLink的音響主機 那我們一樣從左邊開始幫各位介紹 那我們看到左上角這個按鈕的話 就是我們的主要功能鍵還有我們的電源鍵 當你按一下的時候 它會出現我們的Menu 就可以看到非常的多的一個功能鍵在上面 你可以在螢幕上滑動 那你再按一下的話 螢幕會放大到我們的主畫面 就是我們的Menu的畫面 那第二個是返回上一頁 如果說你有在別的功能的話 按這個會返回上一頁 第三個是我們的聲音大小聲 聲音大小聲 第四個是小聲 那旁邊一個麥克風是我們如果講話的話 有聲控麥克風會在這邊做一個收音的部分 那你先把聲音正挺一下 好OK 那我們現在這邊有講到大聲小聲還有麥克風 那底下這個是一鍵救援 當你按的時候 我們會出現我們的服務內容 那這個服務內容的話 就是跟我們的道路救援有做連線的動作 那你只要聯絡我們的一個道路救援廠商 當你點的時候它就會由這個電話打出去 到我們的道路救援的部分 去做一個連結 就可以呼叫我們的道路救援 那這個是一鍵救援的功能在這邊 那最底下這個是我們的聲控 我們的聲控精靈的部分就會啟動 上面就會問你說需要什麼樣的幫助 我們的聲控功能 那以上這個就是我們 左邊的一個按鍵功能說明 那我們的左上角會看到有三條線 當你按一下的時候說我們的快捷列會出現 那就會有亮度 我們點一下給各位看一下 我們的亮度的話 它可以在這邊做調整亮度的部分 那或者是夜間模式或自動切換 那你調整完之後按關閉就可以了 那第二個是靜音 如果說你有需要講話的時候 不想要有聲音就可以點這個靜音鍵 那第三個是我們螢幕關掉 然後它就會呈現黑屏的部分 再點一下之後我們的螢幕就會出現 那再過來我們右上角的話 它是藍牙有連接藍牙 就是開啟藍牙的部分就在這裡 然後我們的Wi-Fi Wi-Fi我們如果說Apple CarPlay或Enjoy Auto 需要連接Wi-Fi或者熱點的話 可以看這個這個有亮燈就是啟動這個功能 那等化器的話就是可以在這邊調整 我們的音樂音場的部分 那以上這是我們左上角這個 我們的快捷列 快捷列的功能 快捷列的功能 可以在這邊做調整 那再過來的話我們 從右邊看得到這個是時間 時間 那再過來是我們4G聯網的訊號 它這邊有聯網的訊號 跟我們藍牙 那這邊有一個靜音 靜音符號 那我們可以看得到這個是導航的部分 那我們的右下角就是現在的外面的溫度 外面的溫度 那左邊這是我們的快捷 也現在是電台的功能的部分 那可以在這邊調整左右 還有我們的切換的功能 這樣左右調整 那以上這個就是我們音響 音響的一些主要功能的部分 在這邊跟各位說明 然後左下角呢 你會看到有一個像房子的 就是我們的主要Home鍵 點一下就會出現我們的主要功能鍵 可以在這邊滑動 那第二個呢就是我們的多功能 點一下我們的這邊多功能的部分有哪些呢 可以看到這裡 左上角有看到一個電台 這是電台的一個功能鍵 當你按左上角的話有出現廣播 那這是我們的媒體列 我們待會另外會再錄 功能界的 功能界面的介紹 那我們這次多媒體 我們稍微介紹有什麼功能 有廣播啦 USB隨身碟 還有我們的藍牙功能 還有我們的iPad iPhone 如果有接上去的話 可以啟動我們的音樂 那再過來我們的Apple Cabaret 還有Enjoy Auto 還有我們KKBus的音樂 都可以在這個多媒體裡面去做一個播放 播放 那再過來的話可以看得到這是導航 那我們這邊有多一個 增設實境的一個導航功能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我們右邊是地圖 那前面是我們的增設實境的部分 當你在開的時候就會有箭頭 這個是我們的導航的部分 那這台是有增設實境的 當你滑動的時候 那當然你要開啟關閉都可以關閉啦 那這個我們一一會另外再做介紹 跟各位介紹 那再過來會看到旁邊 這是我們的電話 電話如果你有連結 我們一樣要先做連線的動作 那它會連線我們的手機 那做一個新增的等等的一個動作 等等的一個動作 你可以看到我們如果手搭車放掉 它是沒有辦法操作的 那手搭車拉起來才可以 那有行動連線等等之類 你可以先做藍牙連結 連完之後就可以透過你的藍牙 去連接你的電話 可以在上面撥號 那再過來的話 這個是我們的功能列 功能列的部分來講 它這些都是功能列相關的一些訊息 我們可以看得到連線 有Apple CarPlay Android Auto還有GoGo Link 還有我們的那個智慧通知 然後我們的Line Link 還有我們的胎壓顯示 我們的胎壓顯示在這邊 這邊只要連結到我們的胎壓 就可以在這邊看到我們的胎壓顯示 這個是我們的介紹的部分 那第二個娛樂呢 就是說這一些如果說你有上網 有成為會員或者有付費的話 可以在這上面做連動 四季線上或者我們的KKBus等等 這一些都有 我們的線上影音 如果說你需要看YouTube的話 可以用線上影音 那如果你有那個圖片的話 可以透過我們底下的那個 我們的Type-C Type-C的插座可以插我們選碟上去 就可以在這邊使用 然後服務的部分 服務的部分就是會有行動管家 愛車秘書 還有我們的車主的認證 我們一定要先做車主認證之後的 各一個功能才可以在上面使用 好 那我們車主的服務專區的話 這些只要有我們4G聯網就會連上去了 包括道路的一個路況 都可以在上面看 那這是訊息 我新的訊息會寄給各位 那再過來 這是我們的 儀錶板的查閱表 如果儀錶板上面有問題的話 可以在這邊查閱 稍等一下 好 那我們剛剛看到了 這是儀錶板的一個燈號查閱表 可以如果說你燈號有亮起的話 可以到這邊去看它的一個 上面的顯示 那就可以在這邊看燈號的部分 那以上這些就是我們功能列裡面有連線啊 娛樂還有服務 這些選項啊 單一選項可以進去裡面一一做了解 那我們會 針對這些功能一一另外再錄個影片 給各位做個說明 好 那最後一個齒輪就是我們的設定鍵 好 那我們的設定鍵裡面也非常多的功能 像我們設定裡面就會有看到行動連線 那你可以新增你的手機或者網路的部分 都可以在這邊 那底下有配對裝置 或者你的網路有沒有鐮刀 那會顯示網路的部分 第二個是通知 就是說我們相關的通知 允許所有的通知或者導航的通知 智慧通知 訊息中心還有我們的系統更新等等 那我們系統是開啟或者電話開啟 都可以在這邊做設定 那這邊基本上都是開啟的狀態 他都會有訊息就會通知 那包括電話 他需不需要設定3秒後自動接聽 然後顯示 我們的亮度啦 自動模式還有我們的桌布 我們桌布之前博生有教過 你可以把桌布設定到我們的螢幕上面 那這邊也有我們的風格 我們的設定的一個 包括我們可以看到他有不同的設定 有卡片的一個模式 或混合的一個模式 都可以在這邊上面設定 在我們顯示 然後音效的部分 可以針對我們的音場 依這個我們也會另外再錄影片 一項一項幫各位做個介紹 那由語音的助理 他這邊有開啟 就是你如果用聲控的話 可以呼叫我們的 聲控精靈的部分 包括我們多媒體 等等的設定值都在上面 然後日期時間 語音單位都可以在上面做設定 包括我們的系統的部分 那上面有相關的一些介紹 那我們一一另外會再錄影片 跟各位做說明 那包括提示 教學的部分 你沒有教各位 如何去使用這個音響 還有哪些功能 他上面有功能的介紹 如果說你有不清楚 可以到我們的提示裡面的教學 教學裡面 他一一都會有做介紹 我們的一些功能 有怎麼樣的功能 他這邊其實都有介紹 不清楚的話 你可以再看一下 我們的教學影片的介紹部分 提示 那這是我們的設定的部分 那我們會一一針對每個功能 另外再錄一支影片 跟各位做說明 好 那我們以上這個就是博勝 針對這個我們的音響 Driver Link的主機 Driver Link的主機 上面有的功能 幫各位做個說明 那我們的影片就介紹到這邊了 如果覺得我們的影片介紹得不錯的話 記得再幫我們分享 按讚 訂閱 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會針對每一個功能 另外再錄一支影片 跟各位做說明 那我們的介紹就到這裡了 如果覺得影片介紹得不錯的話 記得再幫我們分享 按讚 訂閱 開啟小鈴鐺 還沒有訂閱的觀眾們 這樣記得再幫我們訂閱一下的 ok 那就到這邊了 拜拜